我們從潮州轉移站出發 進入坎頂之後 來到南州塘廠 然後再沿途經過坎頂焚化廠 東港的東農宮 華僑市場 東流線碼頭 最後沿著高平西沿岸來到萬丹尼火山 然後完成等次的探索 用到冰粉的蔬菜 維持到對去到冰東阿嬤的房子去訪順序 進入到訪定這個地方 生態力速和建築 還有真正的賞 這次的環境地道是昇華臺盛 還有三位志摩亞的作品 在全國的環境地道精算當中 攔到全國中年紀錄的第三名是最好的成績 隨著政府的2050金銀碳牌的目標 屏東縣政府啟動洋水重電計劃 所以我們在路上也會看到一些 農地架起了太陽能光電板 那那一部沿海 他們很容易在大潮或颱風機的時候 很嚴重淹水問題 那這些土地很多就是受到沿海 不適合耕作 所以它現在種起綠電 我認為這是不錯的改變 所以也把它劃淨地 環境部 普遍辦到環境地道的創作 精算外動 給國學校的核心 它過是多走訪跟管 材料改到地坑的電線 這回到期望有很多學校來報名參加 包括在星期一 冬山 新娘 新台和生法定學校都有作品 大成國小是獲得全國中年級的第三名 而且它不只是關心台南在地的環境 而是關心到我們孩子 作者跟她的表姐裡面有三人 她的阿嬤 他們是屬於這個住在屏東 阿嬤住在屏東 所以他們利用這個假期來做這個單車小旅行 然後讓孩子瞭解這個屏東 坎頂這個地方 包括它的自然 它的人文 教學校表示說 參加這款外動中是很不簡單 我們剛才是主題的設定之外 還要完成地址的睡眠書 它在清澈聽顯著創作動機 和意義 和真實的故事 當時還有對著環境的環境和可能參與的這個行動點 未來 教學校也希望會有更多的學生來作為參加 透過到為這條地址的方式 甚至不來愛惜 聽說到自己的故鄉 南天新聞 大家下大南 蔡宏 報道 第各種酋梯 發展 解決了 今天的kit來感受 каз hal的 好 阿嬤住 hmm